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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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妙 晴云 给你的 这是什么 刚去找副总签字 他让我带给你的 说是让你存到的合同副本 好的 喂 您好 晴云 前台有人找 嗯 我这就下去 你们作者效率怎么这么差 这都多久了 赶快帮我催一下 葛芊如 你疯了吗 陈伦宇 我真不知道你这么不要脸 你做什么不好 偏要做你的第三者 什么第三者 你还不承认 你说 这照片怎么回事 我不想解释也没有必要跟你解释 麻烦你回去问一下你们家韩启明 插足别人感情当第三者 只有你葛芊如会做 我成林永远不会 你 刚才那把掌 是我们大学四年间没感情的一个了结 以后你想打我就没那么容易 请你告诉我韩启明 让他以后别再来烦我 你也一样 否则 我一定会报警 保安 陈立元 你什么意思啊 你叫保安什么意思啊 让他离开 陈立元 你给我站住 陈立元给我说清楚 放开我 陈立元的第三者 这像话嘛 陈小姐 你自己愿意当第三者是你自己的事情 请你不要影响我们公司好吗 你自己不要名声 但是我们顶峰公司可是个大公司 绝对不能有损害公司名誉的事情出现 陈立 事情还没弄清楚呢 你怎么能这么说陈立元呢 人家老婆都闹到公司来了 还那是怎么样 陈立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 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不管是什么原因 这里是公司 公司有公司的制度 更何况员工都看到了 小涵 这次这个事情呢 一定要严加处理 李李 你可不能互端 李李 少说几句行不行啊 张总说得对 公司有公司的制度 我回去写一份检讨 对于我个人的私事影响到公司的行为 我很抱歉 李李啊 李李啊 司董 张总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 我回去写检讨了 李李 李李 李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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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说到天边 她也是我思潇汉的女儿 这一点请你弄清楚 你现在在哪里 我去找你 林明 对不起啊 我就是想气息得现如 谁让他之前成你男朋友呢 我真没想到 他会做出这种事情 你别生我的气了 没事 我没生你的气 你还是生我气吧 要不就你打我一段行 张静良能说的 好了 你去忙你的吧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说 那 那不 柳云说想静静 你就让他自己待会儿吗 可是他 可是什么 还不是你这个窗窗窗的话 好 好 好 小兰 喝杯茶 我去给你倒茶 不用了不用了 傅伯伯刚出院 还需要休息呢 你也累了 我先回去了 没事的 我身体没那么差 再说呀 我已经好了嘛 你工作那么忙 也很少来 来来来 陪我多坐一会儿 您是在怪我傅伯传来看你吗 没有 哪是在怪你呀 真是喜欢你 你难得来一次 说要走 他舍不得呀 还是坐会儿吧 我去去茶啊 嗯 出院了 复查还是要做的 别嫌麻烦 明天我问医生要个复查表 以后复查我都得陪您去 不用了 你工作那么忙 你就不用管我了 再说呢 我这儿啊 还有你慧荣阿姨呢嘛 那怎么行啊 一泽哥经常问我你的身体状况 回头他要问起我 我说不上来 他会怪我的 那个臭小子 他才不管我死活呢 我跟你说啊 你不要在这儿替他跟我说好话 我哪有 你误会了 一泽哥 你还不知道他 嘴上不说 心里可担心你了 担心我 你说他担心我 为什么不来看我呀 他最近忙嘛 忙什么 不就是那个天都世界城的项目吗 再说了 他再忙 晚上总会有时间吧 晚上他也挺忙的 晚上他忙什么 您就别问我了 我也不好说 哎呀 你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呢 说 他 他谈恋爱了 谈恋爱 嗯 跟谁谈恋爱了 就是那个女孩 陈凌云 您知道的 哦 就是那个小助理吧 他可不是什么小助理 他是思潇瀚董事长的私生女 什么 私 私生女 哎呀 哎呀我本来没打算跟您说的 但是这个陈凌云吧 在外面跟那个有父之父还有关系 老婆都闹到顶峰来了 我听说思董事长的老婆张莉莉也不同意他在顶峰 那 毕泽哥现在跟他在谈恋爱 我心里挺担心他的 我真没想到啊 思潇瀚这个老东西还真行 思生女 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呀 到底她每次变弃她 陈凌云 还真不能够 转着她 来 那个你看她 那是什么 也不哭 你还可以 我 那么晚才回家 不接电话 短期也不回我 还喝酒呢 是啊 我是喝了 喝了一点 那葛倩梦来的公司 到底是为什么 你又招惹他们了 我今天已经被骂了一天了 你是不是还要骂我 好 那你赶紧骂 骂完了我就赶紧回去休息了 你就不打算给我解释一下了吗 我不想解释 随便你这么想 那你就以为我 我以为你是第三者来源 那不然呢 那韩启明是什么人 葛倩如又是什么人 你以为我不认识他们 我认识他们第一天我就知道 他们是什么人了 他们说你是第三者 那你就是第三者了吗 那你还问啊 我为什么不问你 是因为我生气 我气我自己的女朋友 她被冤枉的时候 憋着自己不说 我气我女朋友 她被欺负的时候 竟然没有第一时间来找我 我气我女朋友 我刚刚想要去关心她的时候 她想要走 那是因为 我怕我输了你根本就不相信 你就觉得你很了解我了 那跟我说一下 今天打死你们脸了 那不说就是两边都打了 对不起啊 今天发生这种事 我竟然没有陪姜临身边 那是我不对 好 好了好了别哭了 我告诉你啊 马上就发布会了 我不愿意看见有个猪头出现 你再这么哭 眼睛肿了 鼻子又肿了 耳朵又肿了 头发又肿了 整个人都肿了都不好了 你才是猪头呢 杨妈 陪我去吃东西 我不去 我不饿 我饿啊 我都等了一晚上啊 跟你去吃 吃完了以后马上送你回来 好好休息 别想啊 想她那么干嘛 走 吃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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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了